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学学者杨宗翰热情喊出那个男人做到了 那个男人指的就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日前宣布台北文学馆将设立于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新建大楼公馆大楼 预定2027年底开馆 文学界呼吁多年的台北文学馆终于有着落 我想这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 筹划了非常长一段时间 当然当我接到所有文学界 各位前辈们深深期盼 能够在台北有一座台北文学馆 我们非常重视也一直很努力的在选定适合的地方 那今天我们选在台北市的算城南区 其实是有原因 因为在这边其实算台北市我们文化教育发展的重心 也就是很多文化或是文学作品的创作权源 其实就来自我们巷弄间 老书间 老建筑 以及市民日常的生活当中 当然 其实附近也有出版社 但是更重要 有台大和师大两所具有指标性的文学相关的系组 举例来讲 包括我们的大文学家 台敬龙 就曾经是我们台大中文系的系组 在师大 梁石秋老师也曾经是我们师大文学院的院长 而两位也都不约而同 在1984年得到国家文艺奖 所以他们对于台湾的文学也都有巨大的贡献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所以今年刚好是台北市建成140周年 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经典的文化或文学的作品 其实都在过去这段期间 这片土地上孕育产生 包括跟台北西西相关白鲜勇的台北人 王新文以集中安为场景的嘉辩 还有包括焦童 焦童老师 他所写的《味道台北的旧城区》 等等这些其实都记载在台北所发生 所有的故事 历史的脉络 多元与包容的特质 台北文学馆 我想未来我们预期是在2027年 就会正式的对外开馆 那我们非常的期待 那也谢谢这当中所有付出努力的每一位前辈 好朋友 每一位伙伴 我们也非常谢谢台湾文学馆 陈馆长也有参与协助规划 因为我们也在思考怎么样 让未来我们的台北文学馆 跟台湾文学馆的台北分馆 有一个区隔 如果用两句话形容过去这几年 我的心情就是 众里寻他千百度 还有踏破铁鞋无觅处 但是我今天的心情 却用另外两句话来代替 山穷水尽以武路 柳岸花明又一春 就是我现在心情的写照 感谢市长见及旅集 感谢局长及文化局的所有同仁 对这件事情的奔波努力 更感谢自来水处的办处长 我在借用在12号清晨 在加拿大过世的诗人雅璇的一句话 他曾经说 文学不应只是少数文学人口的奢侈品 应该是全民生活的必需品 我想我们往这个目标前进 也往这个方向努力 也希望大家继续给我们鼓励 这场文学界喜事宣告记者会 现场来了相当多作家文学界出版界代表 期待成果 那就是在2008到2009年之间 有一次封姐一声号召 就找到了文坛的作家还有学者 我们一起去面见了当时的文化局长 李永平女士 我们非常恳切的 也非常慷慨激昂的告诉他 为什么台北 这么需要一座文学馆 我那天真的讲到自己都感动了 都快要哭了 我以为事情应该可以成功了 结果没有想到 就这样 过了15年 真的是只听到楼梯响 没见到人下来 而在这15年之间 跟我们一起同在座上的 我非常尊敬的 九哥出版社的蔡文坟 蔡先生 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台湾大学的柯庆明 柯教授 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初我们去请便的时候 我还是个终生代作家呢 如今再过了不多久 我也要临近老卡了 有时候我也忍不住的想 难道连我也看不到这一天吗 结果我没有想到这一天好像真的就快要到了 我想作为当年的15年前的 请愿团的议员 这样的经历 就让我今天能够有这个荣幸 这么侥幸的可以站在台上 代表作家们支持 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博物馆 当然它可以表现出 这个城市的物质的文明 而一个城市的文学馆 它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非物质的一座城市的文化的底蕴 台湾这么小 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城市或乡镇的作家 必定都有在台湾生活过的经验 而这些经验必定都会对他们的创作发生影响 而这些创作的影响 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台湾人 甚至于是全世界的华人 所以今天能够看到台湾文学館真的 不是文学館 真的要成立 我真的觉得内心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澎湃 所以真的也非常非常的感谢市长 谢谢局长 谢谢议员 谢谢每一位在这条道路上面 努力过的文学的先进长辈 与师长们 师傅在今年10月成立台北文学館筹备委员会 并于佳河新村的时光屋成立台北文学館筹备处 展出读台北附写一座城市的练习展览 与民众一起思索阅读台北 记者问台北不到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台北市食材登陆平台 今年新增了上市及上柜连锁餐饮专区 卫生局辅导业者公开透明 目前已经有16家公司 31个品牌上线 汉堡寿司排骨饭 这些连锁餐饮美食民众大多吃过 为了辅导业者在食材上公开透明 台北市卫生局今年新增 上市及上柜连锁餐饮专区 对象为在台北市有两家以上门市的品牌 目前已有16家公司 31个品牌上线 登陆361项产品 1572项食材 让民众掌握食品履历资讯 透过公开透明化的食材查询机制 提供更全面性的食安保护 我们这次主要是针对上市上柜公司 然后其中餐饮营收占50%以上的餐饮业者 我们是依照我们的食安制制条例要求 要进行食材的一个登陆 那我们总共会有18家公司要做登陆 那目前到今天为止是已经有16家公司 31个品牌已经完成登陆 我们预计会在年底之前 会在iMap上面去做一个连结 那之后如果民众呢 在我们的食药庄网路地图 在查询相关的一个计查记录的时候 就可以在这个连结连结到我们的食材登陆平台 那食材登陆平台进来之后 我们有17个专区 那消费者就可以依照他所想要查询的专区 或者业者的一个名称去做搜寻 因为我们是上市柜的连锁餐饮品牌 所以我们都把食安是看得非常重要 那我们也配合政府的这个食安相关政策 像这次台北市有这个食材登陆平台 那我们也加入把我们全部的品项 包括常态的品项跟这个期间限定的品项 都登陆在这个食材登陆平台上面 那也可以让消费者可以一目了然 看到所有的比如说肉类或蔬菜或是面包甚至酱料 他们的产地来源或者是制造商这样子 那可以了解到其中的成分 那可以让大家吃得安心 请请到 成果发表会现场也展示了 上市上柜业者美食及食材的来源资讯 卫生局感谢各家上市及上柜连锁餐饮业者 并颁发感谢状 感谢业者共同为守护民众食品安全 净分心理 那最重要我想 蔣市长上任以来 非常重视食安问题 所以把食安官的层级 本来由局局提高到副局 那就指派我担任 担任食品保安官 那其实我接任之后呢 我发现卫生局的同仁相当的努力也相当的富足 那尤其在这个食材登陆平台方面 我们推动很久 成果也很卓著 那今年呢 增设一个上市上柜公司 連鎖的一个专区 那代表了我们很多上市上柜公司 更加重视食安这一块 那台湾过去以来 因为我们常常在 吃方面我们是相当的重视 我想这个华人是最重是吃的民族 所以我有时候到国外去 看到国外的同仁 他们的朋友 他们说 台湾是美食天堂 但是我们从以前 吃饱 吃 吃足 到现在我们要求品质的提升 那品质的提升当然有两方面 一个是美味的提升 一个是安全的提升 那过去这几年来政府也相当重视食安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投入相当多的人力物力 那不管政府再投入再多的人力物力 最重要的是我们业者的一个支持 还有业主 业者大家共产的配合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 连锁专区 最重要的就是 抛专区 希望我们业者 尤其是我们很多上市上位公司 具有这个市场 市场领导的一个地位 我们今天有16家业者 31个品牌 那这些品牌我想 都已经深入到我们市民每个人生活当中 我相信 好像这些品牌我都吃过了 所以 现在你们是相当的有名 那如果在这个 我们大企业这个支持的领导之下 能够让我们的食安问题 受到这样的重视 那我们从一开始 食材的溯源 到一个整个安全体制的建立 到我们整个在公餐的时候 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等等 这就是保障我们民众一些 我们的市的安全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 不只是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相关的单位 来在做 也不只是说 你市府的一个重视 那其实所有的消费者 大家都是非常重视 个人安全 那每个人呢 在吃东西的时候呢 也都是会睁大眼睛来看 那同时呢 那大家也都会去想说 这些食材 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 所以呢 在这个样的一个想法 那在这个 食材登陆平台 在过去就一直有 那在蒋市长就认之下呢 其实 他这个非常强调食安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这几年也持续的来强化 那不只是过去 大家在这个上面所看到的 我们有这么多 这么多的这个登陆平台 我想 就是不用再一个个念 那我们还是持续来增加 那像这次增加的 上市柜的这个平台 那事实上最重要就是 因为大家的影响力 非常大 民众使用的机会非常多 那我们在这边呢 事实上是提供 不管是业者或是民众 对于我们的食安 更加的有信心 那他们知道说 这些东西的来源 都是可溯源 可靠 而且呢 可以信任 我想这对于整个国民的健康 那事实上也有非常大的 这个帮助 卫生局表示 依据台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条例 第七条规定 经卫生局公告类别 或规模之食品业者 应加入食材登陆平台 公开食材来源 若业者未完成登陆 经限期改善未改善者 将依法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还 希望业者都能配合 共同为食品安全把关 记者李其慧台北报导 您有听过微菌银行吗 健康的粪便竟然可以治疗 发炎性的肠道疾病 领口长根医院 微菌治疗中心 已经完成超过200例的 微菌虫植入治疗 成功率达到9成 工作人员将萃取出来的 菌液放入冷冻 等到需要时 再将微菌虫 进行回温解冻 这里是领口长根医院 微菌治疗中心 由于国人饮食习惯 组渐细化 加上食品添加剂 及环境等因素影响 国内发炎性肠道疾病 盛行率上升6倍之多 因此长根医院 积极发展微菌治疗技术 领口长根医院 微菌治疗中心 主任李博贤表示 这就像生态工法一样 将好菌植入病患的肠道 以改变肠道环境 目前已经完成超过200例治疗 成功率达到9成 其中一名每天拉肚子 超过5次的女大学生 在接受大肠镜微菌治疗后 排便次处恢复正常 开心享受校园生活 非常多的疾病 是跟我们肠道的微菌虫 失衡有关 那肠道微菌虫不平衡 很多坏菌太多 所以就会导致 一些临床的症状 包含拉肚子 肚子痛 血便 还有困难缩菌的感染 所以病人 就会反复拉肚子 肚子痛 血便 这最主要跟长期的抗生素使用 跟免疫系统不好有关系 那我们一般抗生素治疗14天 大概成功不复发的机会 只有三成 但是如果我们像 用生态工法的方式 我们把好菌种进去 那病人的身上 那改变整个肠道的生态系 一次就有9成多的一个成功率 所以可以大大的 减少医疗的支出 增加病人的生活品质 李柏贤进一步说明 微菌治疗流程 病患只要测躺30分钟 就可以完成 现在微菌治疗的流程 如果通过大肠颈 我们就是把解冻好的微菌液 透过大肠颈的方式 植入到大肠的颈端 或者是末端的小肠 植入后病人就右侧躺30分钟 让我们这些好菌的菌液 可以完整的分布在大肠里面 然后病人就可以回家 然后正常的生活跟饮食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 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 不仅治疗困难缩菌等肠道疾病 国外研究更发现 透过微菌虫植入 甚至连自闭症 帕金森症等大脑相关疾病 都可以发挥治疗效果 因此林口长庚医院 特别成立微菌银行 希望有效维持微菌虫数量 以随时支援临床治疗需求 捐赠来源 目前主要以30岁以下的 健康年轻人及大学生为主 其中甚至有所谓的 超级捐赠者出现 第一个是你健康的年轻人 那最近没有使用过什么抗生素 那没有家族遗传性疾病 没有家族有癌症的病史 或自体免疫的疾病 那当然你要最近没有什么旅游史 那这样子就可以是一个合格捐赠者 但是你来之后还要经过一些抽选分辨的检查 才可以成为合格的一个捐赠者 这一个人他在这一次筛检捐赠的过程中 他对不同个案每一次都是成功 那基本上就叫做超级捐赠者 那我们在我们的Donald Screening 还有我们Target是刚刚讲健康的大学生 在这个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 确实有发现到几位大学生 就是他真的就是超级捐赠者 李博贤主任表示 捐赠一次可以运用两次治疗 接下来微菌治疗中心将上线 希望邀请更多人成为合格分辨的捐赠者 医师也呼吁民众要养成均衡饮食的习惯 让体内肠道培养更多好菌 才不会吃出一身疾病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2024台北数位应用博览会 即跨境电商年会 汇聚六大数位转型应用领域 邀请超过30家的业者 提供一阵式服务与方案给业界参考 台北新贸奖获奖企业 涵盖农产 车用品 宠物用品等 从线下到线上 从代工到品牌 展现台湾企业在跨境电商领域的 创新力与竞争力 来自台湾产品在全球市场角逐 台北市作为数位发展产业的重要基地 巨星台北数位应用博览会 即跨境电商年会 AI 人工智慧的应用 现在是非常热门的话题 大家也一定非常想要了解 相关的应用以及发展的趋势 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 将数位应用以及 跨境电商活动合而为一 就是希望将相关数位转型的资源 做一个整合集结一次的展示 就是希望让更多愿意了解 关心整个数位转型发展趋势 以及技术应用的朋友 能够透过今天相关的活动 有更深入的了解 刚谈到AI 人工智慧的应用 大家非常关心 所以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不只是规划 有包括跨境电商年会 有数位应用的这个博览会 高峰会 当然也有安排 AI 事物应用的论坛 让大家可以更进一步了解 怎么样让最新技术的应用 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台北市政府身为全国首善制度 我们其实也非常关注整个AI的发展 我们也有相关具体的成果 第一个 我们已经很清楚的战略目标 要将台北市打造成为 人工智慧驱动的智慧城市 AI Driven Smart City 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以及驱动产业的一颗引擎 那第二个 我们在今年的9月 正式对外发布了台北市政府 应用人工智慧作业指引 也就是AI Operational Guidelines 也就是相当于在国外主要城市 都已经提出订定的AI Policy 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当我们台北市政府大力推动 人工智慧的应用 结合相关市政服务市 我们需要有非常明确的规范 以及作业指引 所以在我们这个AI Operational Guidelines里面 我们订定明确的应用原则 作业流程 简合的标准 让我们社府的同仁 当他想要应用人工智慧 他有一个明确的规范 可以依序 避免住房 或是违反个资 而去营造一个更愿意 创新的一个环境 那第三步 在今年的十月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在市政推动上 就应用了AI的技术 我想大家一定都知道 1999 就是台北市民遇到任何问题 想要咨询 或是碰到各种状况 比如说路灯不掉 路数倒塌 等等 或交通拥塞 希望能够尽快拍出 拨打1999 我其实有实际去我们的花屋中心 去实际了解 整个花屋中心运作的情形 其实对于我们花屋人员来讲 他们非常的辛苦 也就是当一通电话进来 他们要听 要记录 然后开始要搜寻 市民要的答案 然后要市民听有的话来回复 所以要在短时间做这么多事情 其实即便是非常有经验的花屋人员 有时候也会手忙脚乱 那会占用到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提出了解放 我们运用神城市AI 所以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们不断的测试 验证 在今年10月 我们正式会将1999 市民热线电话进来 先从语言转换文字 转换文字以后 也是市民的问题 文字出现 就相当于下一个prong 结合我们市府的资料部 马上精准的 他的相关答案出来 对花屋人员来讲 他可以很快速 缩短时间 精准的回答到市民 他所想要的答案 这就是运用GenAI的一个具体实力 所以不只是缩短时间 提升效率 更精准的回答市民 他所想要的问题 答案 同时也大幅提升台北市政府服务的品质 我想整个科技的一个发展日新的愿意 那我想这个所有的 不管是全民或者是企业 都必须要随着这样的一个数位浪潮 然后一直不断的前进 才能够去接轨国际 所以呢 我们非常开心说 其实这个台北市政府 今天来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数位应用博览会 以及我们跨境电商的年会 那其实数位发展部 数位产业署是在协助更行业 各业的数位转型 其实我们在110年的时候 就推动了这个台湾原市集集结了相当多的厂商 大概应该有450位的厂商 3300多个solution 不管是产销人发财 就是说你不管是内部的管理 或者是对外的一些赚钱的这样的工具呢 提供给我们的各行各业来做一个使用 那当然这里我也非常的谢谢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呢 在这个台湾原市集上面呢 也一起共襄盛举加码补助哦 让我们的各行各业呢 都能够更心无旁贷的 愿意去尝试这些新的数位工具 让自己能够在数位上面呢 也能够踩一脚哦 那当然其实今天现场很多展示的厂商 也都是我们台湾原市集上面的厂商 所以我们非常开心 大家除了这个各行各业都能够数位转型之外呢 我们的厂商也有了很高的一些升级 让他们的这个产品跟服务呢 更能够适切我们各行各业的一个需要 波兰会共举办13场专题讲座 聚焦在AI浪潮下数位运营与跨境电商的最新趋势 各个方面我们也会邀请到很多的专业人士 有实务经验的朋友来做分享 我们也很希望今天所有新冒奖的企业代表 获奖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市政府合作 未来对市政推动上面有任何需要解决的问题 能够应用各位新的技术来提供市民更好的服务 除了讲座 博览会也汇聚超过30家资服业者 涵盖数据决策 网络商务 行销推广 数位客服 内部管理等领域 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数位应用 掌握数位转型机会实现智慧运用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台北市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与台北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合作 辅导文山区餐饮业者成为公餐营养友善店家 制作让长辈们要得动吃得下的营养餐盒 根据111年台北市长者功能评估分析显示 文山区长者营养异常占比为17.68% 在12个行政区中排名第一 为了提升文山区长者营养健康 台北市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与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合作 辅导文山区餐饮业者成为公餐营养友善店家 制作符合长者营养均衡 质地柔软 菜色多样的健康合餐 营养均衡还有我们的口腔健康 是健康老化的一个关键 所以我们针对长者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需求 我们来招募我们的餐饮业者 然后来成为我们的公餐营养店家 来制作符合长者的一个营养的一个均衡 质地柔软菜色多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餐盒 那这个餐盒最特别的地方呢 它是足够提供 足够豆、鱼、蛋、奶、肉类 还有蔬菜类 那这样子呢 就会让长者的一个蛋白质 还有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取呢 就符合我们国民健康署我的餐盘 这样子的饮食摄取的一个原则 另外呢 我们也再结合阳明交通大学 在社区裡面共餐聚典来寻导我们的口腔 口腔的一个健口操 来促进我们的一个长者的一个口腔机能 来让我们的长者可以更健康 相较于为参加社区公餐的长者 午餐大多自行烹煮面类或以简便菜肴为主 参加社区公餐的长者 一日食物种类可多达20种 长者对于公餐服务的幸福感比例更是高达98% 那长者的便当其实需要符合我的餐盘 还有高龄饮食的质地 所以我们在辅导的时候 就特别把这一些元素 跟标准做法带入 我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中 那制作出来的便当呢 就如同我们的图片上 等一下可以提供大家来拍照 那就是我们制作好这样的便当之后 我们送到了我们的社区去点 让长者来使用 那经过我们的这个营养的效益评估的时候 发现 我们没有吃公餐的这个长者呢 他一整天的中午的食材 其实非常简单 大概就是简单煮个汤面 或把白饭配一些简便的菜肴为主 但是有吃我们的这个公餐的长者 他们一餐的就是食材种类 可以到达这么多种 大概10到15种 甚至一整天加起来可以达到20种的食材 那食物的多样性 其实对长者来说非常的重要 那长者在吃这样的便当之后呢 他们其实对于餐食的幸福感 达到98% 接近满分 那对于我们店当满意度呢 也达到85% 我们要让文山区的长者 能够吃得好 吃得方便 他不会因为说他走很多路 然后就不会过来吃 所以我就在我们健康中心 那个主任的这个提示之下 那也是我多年适用所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 让张哲吃得方便吃得好 所以我们就是去访查了我们那个周遭 有没有一些可以合作的店家 那后来很容易找到副甲高中的我们那个詹主厨 他愿意来帮忙做这件事情 那做这件事的好处就是 让我们的共餐跟送餐可以遍地开花 我一个礼或者是我一个发展协会 以前一个礼一个发展协会 它只会有一个共餐点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共餐点 扩散到每一个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 尤其是都会区的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 非常非常的多 那在这些委员会里面就会有一些空间 那只要这个委员会 他愿意他就可以来跟我们申请 要吃这个周遭桑的这些共餐的食物 啪啪啪 卡卡卡 他他他 啦啦啦 这样子 我每天就要做 真的很有效 这个脱衣会出来 以前吃个东西的话会噎到 现在做这个不会噎到 嘴巴里面也不会说干干的 这样子 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未来将规划更多元的互动课程 强化长者营养职能 辅导共餐据典 并号召更多餐饮业者加入公餐营养友善店加行列 建构营养及健康饮食支持环境 促进长者的身体健康 记者李奇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拥有超多知名景点的台北市 是国内外游客必防的城市之一 其中台北市地标101大楼附近 有一条无名巷弄 成为许多外国游客拍照打卡的热点 一起来看看这小巷子的迷人魅力 在平常也不过的一条巷弄 却吸引了许多游客拍照 这条位于台北市信仪区松仁路的巷子 近几年成为国外游客必防的打卡热点 除了社群媒体的推波助澜外 充满强烈对比 新旧交融的迷人场景也获得游客喜爱 因为感觉景色的反差比较大 首先101大厦肯定是比较近代的 而且比较貓人的一个建筑 然后下面这个街区呈现的对比和反差感 对 就比较大 怎么会知道有这条巷子 地图上有标 Google地图上面有标 说101观光点拍照点 我还挺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很适合女生拍照 对啊 就是你在旅游 你肯定想拍美美的照片 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很出篇 我是看那个小红书推荐的 然后我就来这边看一下 实际看的感觉 拍照蛮好取景的 很好取景 然后很好看 很好拍 对 真的很好拍 你呢 你觉得 我是跟他 他陪我来的 你自己看了以后 你觉得这个景色 不错不错 这个感觉蛮不错的 这个场景 看来有风味 有风味 OK 好 来台湾必来 一定要来 我觉得有时候你来这边 看一下小巷的环境 比你去101楼下 还好 当地山里里里长翁信利说 松仁路253巷一楼 因为就在101大楼附近 平日就常有游客在这里拍照 尤其每年跨年101大楼 释放烟火 这里更成为拍照热点 自己都曾经成为照片主角 当初也是 就是可能是放烟火 放烟火 有些人来这边拍照 取景 那我把这个照片一放上去 感觉不一样 很漂亮 很透湿 所以就一直传开来 大家都把这个 当这是一个打卡的景点 那以前可能比较国内 就是说我们国人比较多 像多了很多外国人 现在就是很多外国人也知道这个景点 父亲店家也透露 这条巷弄这么红的原因 可能与2011年一出神剧 我可能不会爱理有关 因为当年剧主 曾到巷口这家造型火炬特色的 居酒屋取景 因此连国内游客也常来造访 因为我们来这边大概是五年的时间 然后这五年就是发现 尤其是疫情之后 这边的那个观光客就变了很多 然后每个人就是都 来拍101 然后据我所知的话 是他们之前就是有 竹春之前有见那个偶像剧 我可能不会爱你拍摄 然后可能就会被发现说 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新旧的冲突 就是他们是一个就是 居酒屋就是比较旧的 一个比较复古的状况 然后跟后面101 就是新大楼的一个冲突的视觉 虽然临近的巷弄不时会聚集拍照人潮 好在游客都很自制 并没有对居民的生活造成影响 里长也表示 不会大力宣传 希望顺其自然 因为在台北市每个角落 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魅力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导 台湾第一起台美联手破货 制式枪支走私来台案 捡警人员还赴美国将扣案枪械 带回国进行杀伤力的鉴定 追起案件也象征台美司法的互助 关系更为紧密 专案小组人员在机场停机坪监控 从美国寄来台湾的包裹 等待嫌犯前来取货 原来美国海关5月份发现 这些要寄往台湾的国际包裹 里面的五金工具箱 将近藏有大批制式枪支 新制局接获情报后 与金融市与新北市警方 合组专案小组 在金融地检署指挥侦办下 西条美方让包裹寄出 再透过日夜监控包裹流向 巡线破解走私集团设下的 层层断点 逮捕到各层收获人 及卸性主席人等五人盗案 比如说螺丝起子 还有一些铁锤 这些放在五星的盒子里面 把这一个枪械化整为零 那一共有16支枪械 那这个情报就传递到我们国内来 那我们马上就来 请这个相关刚提的 这个两个单位 还有我们的美西联络组 楊联络官 来一起跟美国的这个 驻台湾的这些 执法单位一起来侦办这个案件 那这案件呢 历经了这个几个礼拜的侦查之后 我们在中和还有这个基隆等地 查获了五个嫌犯 包括这祖贤在内 刑事局进一步说明 整个枪械走私案的犯案过程 谢敬祖贤他人在台湾 那他在台湾透过加密的通讯软体 向美国这边的共犯 下定相关的枪支型号 那美国这边的共犯 收到谢神的指示之后 在网站上面购买了16支的制式枪支 那再把这些制式枪支 混杂在大量的五金工具 以及工具箱里面 那透过航空邮包的方式 那夹长在包裹里面 并且寄出寄到台湾 金融地检署主任贾官陈兆氏 还与专案小组人员一起到美国 将涉案枪械带回国进行杀伤力鉴定 这也创下全国首例 展现台美司法互助关系更加紧密 这一件事可以说是我们检警 赴国外去取回枪支的首例 那在这中间的过程中 确实遭遇了不少的障碍 那我们也都一一克服 那我想这个是 在过去台美双方长久的司法 互助非常良性的进展的情况下 才有办法达成 这次的成功破案是因为 因为美国和台湾司法机关 之间的长期合作 我们期待加强并 跨展与台湾司法机关的合作 让我们的社会加强在安全 幸好台美合作及时拦阻 才没有让这一批火力强大的枪械 流入市面危害治安 警方已经将全案 以违反枪炮弹药刀械 管制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 并由地检署申请积押获准 现在人抱持养小孩不如养毛孩的心态 是越来越普及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超过9成养宠物的上班族 平均一天都会花上2.5个小时 跟宠物玩耍 将松鼠像小婴儿般用毛巾包裹 接着小心地用剪刀 帮松鼠剪指甲 或是让松鼠在身上跑跳 31岁的谢小姐因为是独生女 没有兄弟姐妹陪伴 从小就热爱饲养各种宠物 目前家中除了这只松鼠 还养了4只猫 下班后有宠物陪玩 家里很热闹 但开销也不少 就是她那时候 就是有一天发现她嘴巴 就是好像合不太起来 然后就是也没办法进食 所以就带她去看医生 然后那时候医生是说 建议就是牙齿都要拔掉 而且就是是全口 对 然后就是大概要花三四万这样 然后想说 就觉得有点太夸张 就是再找另外一间看 然后她就说 其实只要把 因为猫就是两个狐牙 然后她就是把它拒 就是把它拒一半就好 然后后来就只花了几千块而已 所以就是其实 要多去比较医院这样子 熟练的用梳子帮爱犬梳毛 23岁的龚小姐 家中除了这只13岁的贵宾狗黑笔 还养了一只六岁的米克思猫 大学就读宠物美容相关科系 在宠物旅馆工作三年 作为专业寺主宠爱无极限 每个月花在毛孩身上 就要将近一万五千元 占了月收入的一半 我们家有一只狗一只猫 然后这只比较花钱 猫咪是还好 她的话因为从小皮肤比较不好 所以现在其实大概两个礼拜的药 就要将近两千多块三千多块 所以她一个月的药 就将近一万多块钱 然后再加上她吃饭非常跳实 所以我们都要煮鲜食 像什么煎牛排啊炸鸡 她都是不吃的 所以平常都是要追着她 我也所以比较麻烦 但养了就是喜欢她们 所以才养 所以觉得钱也不是问题 就健健康康了就好了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62.5% 受访者家中有四羊宠物 其中羊狗比例最高 占了四成三 而平均每个月 愿意在四羊宠物上 花费1850元 目前台湾的上班族里面 羊宠物的比例算是蛮高的 有62.5% 那当中呢 养狗的人超过了40% 就是超过四成以上 那养猫的人也超过了三成 另外呢 有16.5%的人 是选择养比较静态的鱼类 那根据我们调查 其实有9成的上班族呢 他们是愿意陪伴他们的宠物的 而且每天愿意大概花2.5小时的时间 那其实养宠物的目的 最大的原因就是希望可以有陪伴的感觉 或者是可以增加生活当中的乐趣 那当然有部分的人 本来就非常的喜欢宠物 同时也觉得养宠物呢 可以带给他非常疏压疗愈的感觉 而且可以增加跟宠物之间的互动性 那其实平均每个月哦 主人或是四主 他们愿意花在宠物身上大概是1850元 那他们认为呢 花费最愿意花费的地方 当然除了可能饲料啊 还有营养品啊 还有看医生的费用 以及清洁用品或者是宠物零食 还有宠物美容等等 那除了当然是希望可以保留 跟宠物之间的回忆之外 另一方面呢 他们也希望可以结交一些 志同道合的人 或者是有其他也有养宠物的人 可以一起互动 那某一部分呢 也是希望可以因此哦 增加跟粉丝之间的互动性 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中威表示 根据财政部估算 宠物相关市场规模近400亿元 而农业部更乐观预估 未来上看600亿规模 宠物产业后市正持续蓬勃发展中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导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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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食药署发现台电工厂摆放过期的冰棒原料 记查人员发现现场有存放6公斤的黏着剂 已经在4月25号过期 因为违法食药署依实安法开罚6万元 不过台电澄清这一批原料过期的添加物 并没有加入冰品中对外贩售 我们3月份在先制作过程 因为它的制程非常困难 加上它有很多的工项 那很多工项部分 我很担心说在这个使用上 会比较没办法符合我们的食品要求 因为我们在细菌类 还有一些品质管理上非常严苛 那我们担心说这部分在工法 次数比较多可能会比较容易产生污染 所以说部分我们为了品质的要求 所以说我们想说在这个问题 我们就不要再使用 台电澄清在今年3月打算要开发新的产品 但事作失败决定不生产 原料却堆放在仓库角落 放到过期因此开罚 虽然有点冤枉 不过台电表示未来会落实原物料先进先出的原则 我们是有解释说这部分没有使用 那当然这个部分的存放的部分是有点缺失 那这部分在经过卫生局的辅导过程 我们开始在做仓库的管理 把每一项物料的先进先用 这部分都开始做管理 以用颜色来管理每一批货 红色进来就红色先用 蓝色进来 再来画每一项的按部就班的使用这些原料 那在不合格或是有缺失的原料部分 我们会放在一个储存区 而不在仓库的石料区 所以这部分我们开始严格的把关 台电邪恶发电厂制作冰棒 向来就是便宜又单纯 深受民众喜爱 这一回被发现有过期的添加物 台电说未来对于原物料管理会更加谨慎 让消费者吃得安心 记者黄绍铭节目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认识 位在大五轮工业区的 矽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电动摩托车的离电池 还有整个大五轮工业区的紧急电力能源供应 都是由矽谷能源公司所提供 这台在美国卖价大约30万元台币的电动摩托车 所使用的离电池 就是由矽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装卸电池时非常方便 另外目前大五轮工业区里面 万一停电时紧急除能设备可以维持圆区内 全部大小公司及工厂 同时间的紧急电力能源供应 同样由矽谷能源公司所提供 机动市议会议长同志委和市议员洪森永 以及安乐区定国里长徐英宇 专程到大五轮工业区参访专门发展绿能等 除能设备的矽谷能源公司 获得公司董事长王文辉和总经理王军豪的热情欢迎 除了听取简报参观工厂之外 也了解绿能产业发展趋势 作为制定好机动市未来的产业政策的重要参考 并且协助大五轮工业区成功转型 吸引高科技厂商进驻 为机动子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能源除能的一个公司气股 然后这个王董跟王总非常热情的接待 我跟这个我们公社会总监事也是洪盛雄议员 在对工业区的这个发展非常了解 所以我们来参访 顺便理解一下我们这个工业区的需要跟发展 也让我们大家可以知道 我们基隆有非常优秀的企业 在现在已经布局在这个全台湾全世界 而且这个产业对我们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来了解需要理解公司的需求 然后看看工业区的发展 未来我们怎么制定基隆市的一个工业发展 的政策 产业政策 让我们赖总统也非常关心 我们工业区的转型 还有工业区的一些科学园区的一些转型 延伸过来 从台北延伸过来 所以我们必须一步一步的了解 让我们的产业政策制定的更完整 让中央更清楚我们的需求 所以今天谢谢王总跟王董 给我们一些指导跟产房的机会 细股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非常感谢议长同志委 重视绿能产业的发展和趋势 也期盼同志委能够协助 继续向中央争取相关经费 相关的一个发展 那所以这个部分 再请这个义座这边帮忙争取 谢谢 另外细股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也向议长同志委介绍 该公司原本已经研发完成 要生产一款超高效率的 电动车充电桩设备 不过因为考量到全世界 推动电动车的趋势 因为国际局势和地缘政治等因素 从原本规划的2030年将放缓到2050年 因此决定放弃生产 这也让同志委担心 基隆市政府即将在两年内 态换全部旧型燃油市公车 改换全新低底盘电动市公车的政策 是否已经有搭配好充电桩等配套规划呢 我们市政府目前正在争取 电动公车的补助跟中央 那可是其实我们自己基隆市的建制 发展有没有完备 也就是我们的储能设备 充电设备 公车场域 如何充电 在哪充电 然后充多久电 这都会有很多详细的一些问题 包含司机的轮替 所以我想这个整体的政策 一定要一步一步的非常的完整 然后再推动 不然到时候就会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而且我们现在全世界的能源政策 其实电动车是在放缓的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 你看我们现在市占率 电动车的市占率其实没有提升 那从欧美到亚洲都一样 为什么 因为整个全世界都把这个 电动车的政策往后延 也就是2030到 慢慢的延到2050年 持续一步一步的推 为什么 除了我们要节能审探 这个基本的全世界的政策以外 我们还有很多必须要搭配的 尤其在我们基隆市 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 如果有非常多的电动车 但它没有充电设备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 帮助整个 大家会不方便 所以我们在电动车的推动 还有整个产业政策的制定 其实必须完整跟周延 才会对我们基隆市的发展 或是明年马上上路的电动公车 会有更好的帮助 希望市政府可以完整的制定 通知卫表示 购买电动施工车的问题 将在10月底 市议会召开定期大会时 一并提出询问市政府相关单位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佛光生极乐寺中门馆 举办圆梦碳粉人像作品展 首次跨海邀请香港艺术家 罗亦成来台展出 吸引了众多的艺术爱好者 共襄盛举 20幅巨幅的碳粉人像作品 展现艺术家对这项记忆的现代诠释 佛光生极乐寺中门馆 举办圆梦罗亦成碳粉人像作品展 来自香港的艺术家罗亦成 重拾半世纪前的碳粉人像技术 更透过自学解剖学 来深化其作品的生命力 在画这个碳粉人像的话的时候 其实我刚刚开启 我也想应该用美术的解剖 不过在画下去的时候 我觉得美术的解剖 也不够我用的时候 我就看很多医学的书 我自己去看好像面上上面 其实三叉行经 还有眼睛的流泪的过程 是有什么的变化 令到我们看到一个人 在流泪的那个过程 然后才可以说一个面上的 那个故事出来 所以里面不只有美术的知识 还有其他的知识加下去 展览开幕式上贵宾云集 气氛热烈 卢奕成在五年前曾绘制 星云大师的法下 并深入研究人间佛教的思想 我还喜欢用画来说故事 所以里面就不可以只有看一个小片去画 还有看我画的人生好像大事了 这样的话就是看看他的类型的感觉 给我什么感动我才画出来 卢奕成与观众分享其独特的绘画技巧 艺术理念以及感人的人生故事 让不少观众分享这是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碳笔画让我们为之惊艳 因为能够透过黑白的颜色 然后无师自通在自己专研之下 把我们星云大师的画像 甚至是他自己透过看到电视里面感人的眼神 然后把他记忆下来 然后我们要述成他的碳笔画的呈现 都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 在黑白之间也能够展现出各种学问 他就是天上的佛祖拍下来 让我们能够去看透人生 重画作中看见人生百态 也感受艺术无国界跨文化的交流 佛教有所谓的妙观察制 转世层次的画 就会有很多的智慧 感受画作人物中带来的智慧与生命力 透过碳粉这独特的媒介 卢奕成将东方人文精神与现代艺术技法完美融合 展期即日起一直展到10月底 10月底也将举办教学课程和艺术交流活动 欢迎有兴趣的学校和艺术单位 踊跃申请参与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东信国小桌球教室全面翻新 在市员何淑萍的150万元经费支持下 彻底改善了原有的臂癌漏水等问题 并添购了全新的设备 与家长会上一起为学童打造专业级的运动环境 在全新的桌球教室开打桌球 孩子们很开心 我好开心 有好多新的器材 还有球 还有冷气可以出来 纯染器打球真的很舒适 校方相当感谢市员何淑萍 挹注150万元 解决原本的臂癌截漏水等问题 曾校长来到我们东信国小 他之前就跟我提到桌球室这边很潮湿 而且有臂癌 然后还有地板也是的那个标准都没有合格 所以说竹萍在这边呢 就是挹注了150万 改善了墙壁以及地板 以及我们的桌球桌 全部给他更新 还有冷气 让小朋友 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练球空间 也可以让我们小朋友可以三级的连接 从我们的小时候开始打桌球 国中 然后甚至是高中 希望能够让培养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成为我们基隆市非常棒的一个选手 校方积极推动多元体育发展 生活市议员何淑萍的肯定 过去东信国小的桌球教室 是十分的破旧 以及臂癌漏水的状况 现在看到整个已经铺上了全新的桌球地点 以及所有全新的桌球桌以及球拍 那我们会长也赠送我们学校桌球队 一千颗的星球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那未来在我们艺座以及会长的支持下 我们学校会再进行更多元的体育场馆的规划 希望给我们东信的小朋友更多丰富的成长环境 随着训练环境的改善 家长会长也加满过厉孩子 特别感谢何淑萍会义座的帮忙 然后那我们桌球室的环境越来越好 然后相信东信国小的小朋友在未来的桌球的运动 这个项目会越来越好 与创佳基 提升了硬体设施 更为学校体育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期待未来继续创造佳基 高兴国小的小朋友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这么少 Visit icession i congress i security i dream i ca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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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 你 警察一定抓到你 抓到也不會那麼嚴重啊